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消息 我国台湾地区凌晨连发8起地震 截至目前 我国台湾台东线海域出现最大震级 达到了6.6级 震源深度20千米 此外呢 就连我国福州 泉州 厦门等等都引发了震感 此次地震直接导致台东线停电 目前一片漆黑 而且受地震的影响 台湾花莲县一座正在修建的桥梁坍塌了 好在当时没有工作 要不然当地震来临了 后果不堪设想 不仅仅如此 就连台东多处路段都出现了坍塌以及落石 更是在东海岸的玉塘公路东段32.5公里处 出现了路面均立的现象 那么问题来了 台湾此次地震是从何引起来的 今年是地震活跃时期吗 当地震来临时 我们应当怎么做 首先呢 我国台湾它是位于欧亚板块 和菲律宾海板块的聚合交界地带 也就是说 这两个板块之间相互推积 以及挤压就会产生地震 而且自古以来 我国台湾都是地震的多发带 但是呢 我国台湾的西部 它不位于板块交界带 所以此地的地震比较少 而东部以及东北部 它是位于板块聚合带 所以它的震源比较深 地震的次数也很多 1951年10月12日 我国台湾花莲近海 连续发生过两次强烈地震 它的震级分别达到了7.3级 和7.1级地震的影响范围 非常的广 那时候 我国台湾整个地区都有震感 震源范围达到了600公里 就连香港都明显地感觉到了 那次地震直接导致花莲 台东两线遭到严重破坏 并且地震死亡人数有68人 伤亡人数736人 大约有6000多人 无家可归 不仅仅如此 各个地区的发电设备 以及房屋都遭到了破坏 就连铁路 公路以及隧道都有明显的损坏 据统计 地球上每年都会发生大约500多万次的地震 而且每一天要发生上万次的地震 所以并不是说今年就是地震多发时期 而是每一年都会发生地震 地震呢 它又称地动 地震动 它就是地效快速释放能量过程造成的震动 今天呢 会产生地震波 它是一种自然现象 造成地震的原因 在上述我们也说了 就是板块与板块之间的相互碰撞与挤压 以及板块边缘和内部产生的错动和破裂 可以说 万万不要小看这些自然灾害 但地震来临的时候 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 甚至会引发火灾 水灾 有毒气体泄漏等等 有可能还会造成海啸 滑坡 地裂缝等自生灾害 这次我国台湾发生的地震 导致全台多地震感不少 当地震来临 他们在睡梦中瞬间被惊醒 我们来看一下 我国台湾发生的八起地震 分别是什么时间段 凌晨1点06分 我国台湾屏东县海域发生4.5级地震 震源深度19千米 凌晨1点41分 我国台湾台东县海域发生6.6级地震 震源深度20千米 凌晨1点43分 我国台湾花莲县发生5.7级地震 震源深度20千米 凌晨2点11分 我国台湾台东县海域发生4.1级地震 震源深度20千米 凌晨2点37分 我国台湾台东县海域发生4.7级地震 震源深度30千米 凌晨3点35分 我国台湾花莲县海域发生5.2级地震 震源深度15千米 4点29分 我国台湾台东县海域发生5.7级地震 震源深度20千米 5点41分 我国台湾台东县海域发生4.3级地震 震源深度15千米 这是我国台湾迎来的第8级地震 最小震级4.1级 最大震级达到了6.6级 而且此次地震余震不断 很多住宅区的马桶 天花板 洗漱台以及热水器等都掉在了地上 据相关数据表明 它的起因是因为菲律宾海板块碰撞了欧亚板块所导致的地震 我国台湾地震频发 它与菲律宾海板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呢 我们也不得不否认引发地震的原因也有很多种 不仅仅在于板块与板块之间的挤压以及碰撞 可以说引发地震的原因是多样性的 我们分为四种 第一种构造地震 也可以称之为断层地震 由于地窍发生断层而引起的 如果当地壳在构造运动中发现形变 那么当形变超出岩石的承受力量 岩石就会发生断变 以至于它的能量越积越多 从而释放出来 就形成了地震 可以说 世界上有90%以上的地震 几乎所有的破坏性地震都是属于构造地震的 而且它的最大构造地震阵级达到了8.9级 在1960年5月22日 南美洲智利就曾发生过一起震级达到8.9级的构造地震 我们从这当中就可看到构造地震的破坏性很强 第二种火山地震 但是由于火山喷发出来的岩浆 以及气体对周围的岩石冲击所引发的地震 而且它的火山地震范围不大 占地震总数的7% 我国很少因为火山而引发地震 它主要发生的地方都是在日本等地 比如富士山火山喷发可能会导致地震 以及海啸出现等等 第三种陷落地震 由于地窍的陷落引发的地震 它最多为石灰岩溶洞的陷落 因为长期受地下水侵蚀 形成了许多溶洞 而洞领塌落就造成了地震 它的影响比较少 占地震总数的3% 第四种诱发地震 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局部地区异常地震活动 称为人为诱发地震 简称诱发地震 它的多发地点都是在水库 注水抽水 采矿 以及地下核爆炸等等 震源深度比较浅 它的震级不会超过6.5级 那么当地震来临时 我们该如何做呢 第一 发生地震 我们应该保持震景 如在震中以及附近地区发生房屋倒塌 我们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躲藏地 第二 如果你在室内一定要保持着头脑清醒 应快速地远离外墙以及门窗 我们可以选择室内空间比较小的地方躲藏起来 如厕所 墙角 一旦室内倒塌 它将是最安全的一个地方 第三 在学校时发生地震 楼层在一到三层应快速地跑向操场 抱头蹲下保护自己的脑袋 如果楼层比较高 应选择客桌下 以及在讲台边蹲下 双手抱头 一定不要忘 在厕所里面的学生不要乱跑 可躲到厕所里面 因为他的空间比较狭小 切记 当地震来临时 不要慌张就地躲避 震后应该迅速地撤离到安全地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